大家好 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圣诞节 做两期节目 有一期就是现在这一期 要聊一聊基督教和圣诞节 当然咱们这个节目从来不传教 要聊也只是从宗教知识的角度 历史的经纬 来聊一聊现在发生的事情 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平常深居简出神秘莫测的王沪宁 接见了中国基督教第11次代表会议的代表 时间就是在20号到21号 你看正好在圣诞节前夕 当然按照惯例 他先对会议的成功表示祝贺 向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新老领导班的成员 全体与会代表和基督教朋友 至于诚之的问候 后面就上真玩意儿了 上真家伙了 要求什么呢 要求中国基督教界 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自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学生悟透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 引导基督教和信教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 那王沪宁啊 作为中共管统战的老大 这次会见 当然统战部部长石泰峰也参加了 这次王沪宁就把中共对宗教 特别是对基督教的看法 作用表达的淋漓尽致 那就是彻底的工具化 彻底的统战化 他也不顾着他们自己的立党的原则 立党的初心和基督教全面的冲突 也不管现在整个国际世界 对中国逐渐内卷 逐渐要和世界脱钩 不但在经贸上科技上要脱钩 在思想深处 也要脱钩这样一个现实的担心 悍然提出来很多莫名其妙 害人听闻的一些结论 说实话 看到王沪宁啊 长久不出来 出来以后猛叉叉讲这么一圈啊 我感到看走眼了 因为我本来认为啊 王沪宁是少有的中共体制内 对美国特别了解的 对世界潮流特别了解的 特别是对世界的观感 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的建设 特别有洞见的这么一个高层人士 但从这一次 他接见基督教代表 在圣诞节之前 讲了这番话 看来啊 要么他不懂 要么他懂 但故意就要这么干 我们看看他 讲过什么 说要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 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对教育教规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 进一步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述 你看他讲这个 如果是以一个无神论的政党作为自己领袖作为自己教会 运动核心的这么个教会 他就不是教会 基督教是有神教嘛 对吧 是一神论嘛 那国然党是无神论 你一个有神论的宗教 以无神论的领导为领导 你本身可以说 如果他们自愿这么多做的话 那就是放弃了信仰 如果上头强迫他们这么做的话 就是弄的驴不驴 马不马 似不像 对这个国家建设本身 和对这个教育 这个教会的团体本身 都没有什么好处 那王沪宁还要求啊 基督教要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人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增加认同 要增加认同 要全面从严治教 依法依规 开展宗教活动 后面这句话说的更露骨了 要见识一知 政治上靠得住 宗教上有造力 品德上能服众 关键时起作用的 教职人员队伍 当然也要在独立自主 平等友好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开展对外友好交流 讲好中国宗教故事 你看他把基督教 当成大外宣的一部分了 而且他希望教职人员 关键时起作用 这个说实话 都是非常暗黑 非常江湖 非常刻薄的语言 你要人家教职人员 关键时刻起什么作用 我们小时候看电影 什么特别那种反特的电影 对吧 最后结尾 有好多片子 都是外国的传教士 戴着高帽子 那是天主教 对吧 实际上是特务 整天背着个手枪 平时从事神职的工作 实际上背地里 刺探我国我党的情报 卖给海外的这些敌对组织 你看你现在公开叫嚣 公开号召 基督教人员为你干这事 所以他整个的东西 他都是非常非常的拧巴 听着让人非常不舒服 也让外界的观感十分的差 那共产党和基督教这个矛盾啊 我想稍微对这两者 都有一点了解的观众 都会认同我以下的这个叙述 19世纪对吧 西方欧洲冒出来了 马克思主义 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背景就是在自然科学领域 以及心理学领域 世界确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是划时代式的 一个就是牛顿的经典力学 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 大家发现 哇苹果掉下来 是因为有万有引力 这是物理学方面的重大突破 在人的心理方面 就是弗洛伊德的这一套心理学的方法 这两者啊 奠定了十八世纪 以人为基础 让人充满了自豪 要做全面发展的 成前其后的 在智力上 知识上 境界上 全面发展的人 人被高举 那同样在社会哲学这个领域 那就需要有一个东西 与他们相呼应 这个时候啊 马克思主义就因缘而生了 而且他号称发现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规律 啊 终极规律 讲什么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啊 你这个人怎么想怎么弄 都是环境的产物啊 当然这里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但是你要说这是决定论 恐怕和世界上任何宗教 都不符合 那基督教讲的就是 人的良心 是上帝 埋藏在你心里的一颗种子 不管 处在什么时代 什么变化 啊 什么政治氛围下 什么体制下 有些天良啊 是上帝给你的 因为 比如说 你不管 在什么政治体制下 什么政党领导下 啊 什么朝代 回家以后 冲着自己爸妈 叭叭 两大嘴巴子 这不符合天良 这个天良 就是上帝 埋在人心里的 良善的种子 但是 基督教又讲原罪论 就是 人 终究是人 他都是罪人 这和马克思主义 最后讲到的 这个什么 经济基础 决定上升建筑啊 人啊 先有物质 才有意识 这套东西 是截然相反的 但讲到这里 咱能讲一个小故事啊 马克思是怎么走上 这个道路的 马克思全家都是犹太人 大家都知道啊 他爸爸是犹太教徒 后来他们全家 搬到了德国的特利尔 一个很著名的城市 特利尔 当时啊 特利尔的犹太人啊 非常少 他爸爸是开商店的啊 然后 小马克思就经常被他爸爸带到基督教会 他就不明白了 说爸爸咱不是犹太教的吗 怎么进了基督教会了 他爸爸说 哎呀 这犹太人少 咱们这个商店啊 需要顾客 为了做生意 所以啊 我要来参加基督教会 你看 上期节目我说了 通过台湾选举啊 习近平和赖清德的这个对比啊 我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 一个人童年的生活啊 决定了他人生的一半 为什么马克思整出来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从他爸那儿学的啊 为了做生意啊 就从犹太教 一夜之间可以变成基督教啊 来参加基督教会的活动啊 这就跟今天啊 好多教会里混着的都是 卖房地产的 卖保险的 这个做传销的 一样啊 都是为了生意 都是为了生意 所以啊 像马克思啊 从小就受这种熏陶啊 也逐渐埋下了他这个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种子 哎 啥叫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哪来的 辩证唯物主义吗 辩证法是黑格尔的 但黑格尔是有神论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是哪来的 唯物主义是芬尔巴哈 啊 但他呢是机械唯物主义 啊 所以啊 马克思就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 各自抄了一段啊 说从黑格尔那拿来辩证法啊 从芬尔巴哈那拿来唯物主义 搞出了一个叫辩证唯物主义啊 这就是啊 这个 马克思主义的 比较根本的这样一个来源 但从最根上讲 他和共产党 基督教和共产党在根上 他就是不一致的 不一致的 所以现在中国提出这些东西来 王沪宁公开出来讲这些 对中国现在对外的形象 对他们对中国意识 意识形态走向的变化 是一个特别特别负面的事情 你说你让世界怎么看你 你说你让世界怎么看你啊 这句话 对不对 大家仔细想一想 你还要提出关键时刻 让教职人员起作用 啊 所以他就把基督教完全的工具化 当然这里面啊 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 也是起起伏伏的啊 起起伏伏的 另外基督教去中国比 马克思主义去中国的可早的多了 啊 早的多 早了恨不得一百五六十年啊 马克思主义 这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吗 那是一九一九年 对吧 一九一五吧 一九一九 对电影在一九一八 对那个那个电影 对吧 那是那个时候 但是十九世纪初期一八零几年 传教士就已经到了中国了 那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啊 绝对是靠外来的文明 给他去出取经啊 去掉那些糟粕 植入了一些精华的啊 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一开始啊 很不习惯 为啥呢 第一 比如说去广西的那些传教士 发现中国人啊 取消老婆 那取消老婆 那传教士就不愿意了 不行在我们这儿 你只能娶一个老婆 不然你不能进我教会啊 当时那些老百姓还闹 你不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啊 你不尊重我的传统奇俗啊 你外国人 你宗教歧视啊 这个传教士啊 不为所动 坚持啊 最后 这个一夫一妻制 当然是从西方 从传教士那儿 流传进来 才最后形成了一个 现代社会文明的规范的 另外果小角 大家知道吗 中国果小角 从来就被当成一个 女士 跟今天做瑜伽似的 那是必不可少的 那是一个非常 非常 穿递 非常流行 一个必备的事情 连那个观音菩萨 到了中国啊 都裹了小角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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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啊 那个 照 那个里边的一些文艺作品啊 都是裹了小角的 那 基督教的一些传教士 进了中国 发现 啊 中国女人 还自残啊 把好好的脚 弄骨折啊 裹成那样 不行 这事不行 啊 这个东西啊 是 每个人啊 都是上帝的影子 啊 你不能这么自己对待自己 然后呼吁 奔走 立法 搞 最后 终于把这个果小角这个事情 给他搞掉了 所以啊 在中国传统中华文化和外来的先进文明之间 我们当然要选择那个先进的一方面 那这一点不光中国这样 全世界都这样 你比如说印度 印度有个刑罚叫PIRE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 以前啊 在英国殖民印度之前 一个印度女生的老公如果病了 挂了 这个女生你得殉葬 直接人火里 和他老公一块烧了 这一直到现在 印度有些地方还有这个传统 但是 英文人到那以后 特别是很多传教士 发现不行 这受不了 哪能这样啊 必须废除 印度人也不服 说哎呀 你不尊重我印度的传统习俗啊 我们国家从小 以前就是这样的 这些女生被烧都是自愿的呀 等等等等 最后英文人没办法了啊 通过了法律啊 说啊 你可以继续搞你的印度文化 把女生啊 放火里烧了 但是 法律上你得听我的 你敢这么干 我就把你给毙了啊 最后啊 逐渐的 在主流上啊 把印度啊 逐渐给拉出来了 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漩涡啊 所以基督教在中国啊 主要起了一个进步的作用 而且 中华文化跟他比啊 中华民族跟他比 甚至国家跟他比 他都是不同领域的 不同的事情 按照基督教的教育 到 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 万国万民都要受审判 对吧 个人受审判 国家也要受审判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让他增强 对伟大祖国的这个认同感 你压根就是反基督的 所以啊 在这里啊 我们也这个 怀着复杂的心情 对这个三次爱国教会的 朋友们讲一句 我们明白 你们啊 有时候是不得不啊 也没有必要任何事情都做 刘霍兰 跟政府对着干 是没必要的 但是 凡事是有尺度的 在三次这个系统内 有些时候 如果你比如开个会 迎接一下王沪宁来讲话 这我觉得人之常情 讲就是了 但是如果他让你 悍然违反最基本的 你的信仰的原则 这一点啊 恐怕你做了以后 后果很严重 后果很严重 事实上 他们也彻底的 把你们工具化 你比如说过去几年 国际媒体报道的最 流行的 这个故事就是 浙江拆教会 哎呀 教会都给拆了 基督教三在国教会 浙江的头儿叫吕约瑟 吕长老吕牧师 他后来就给抓起来了 你知道吗 为啥 因为他有点不服啊 你看 共产党你说啥 我也听了呀 我也配合你了呀 对吧 但是你怎么拆个教会 都不给我打招呼呢 怎么能拆呢 他不服 写信上告 最后 直接给他关了起来 到现在出没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吕约瑟 在这个里面是 很典型的一个案例 很典型的一个案例 那么就证明 基督教这个事情 和 共产党在根上 他是拧着的 另外 在对外关系上 王沪宁现在出来 讲这一番话呀 十分的不得体 我给大家看另外一条新闻 是什么呢 联合国 就这23号前天 通过决议 将春节列为联合国假日 大家不要小看 列为联合国假日 联合国假日 可以不用上班 平白无故 联合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雇员就多了一天假期 这玩意你说是小事吗 不是小事 你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代办代兵在联大还表示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 不仅是和家团圆 持久隐心的日子 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 等中华人民理念 也承载着家庭和睦 社会包容 人与自然共生 等人类的共同价值 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 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 那现在中国推动春节 成为联合国假日 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务实举动 中国很高兴 对吧 他自己也说了 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 传播力和影响力 将有利促进世界 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建 等等等等 当然这个决定 得到了联合国会员国 和联合国秘书处 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和永远支持 当然每年联合国秘书长 还都会对春节问题 发表致辞 向全世界的过春节的人民 表示节日问候和祝福 你看联合国 中国的春节 在联合国可以作为假日了 但如果联合国或者美国 因为你这个联合国总部在美国 美国提出要求来 中国的春节必须本地化 必须配合美国 或者联合国的政治诉求 必须在今年的春节中 体现反对 反对哈马斯 或者怎么怎么样 把中国的春节这个事 彻底给它政治化 请问中国你会怎么想 所以你看 一方面是王沪宁 圣司礼节 在那里 装模作样 把圣诞节这个事情 给它庸俗化 当然民间早就庸俗化了 我听说这次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还喜欢什么 送苹果过圣诞节 拜托 圣诞节怎么来的 圣诞节是耶稣基督降临 是吧 降临是干啥 按照基督教的教育 也是救人来了 对吧 洗净每个人的罪 上十字架 为什么要上 因为人类有罪 怎么犯的罪 亚当和夏娃 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呀 你怎么 这叫什么 这叫最美逆行者 你说你为啥 非要在这个时候送苹果 难道是因为 苹果和这个平安吉祥 是 是谐音吗 你们就开始送苹果 但是你也要想想 基督教这个节日 是怎么来的 所以现在啊 从上到下 就非常的拧巴 非常的拧巴 上 叫什么 上诈下语 王沪宁这个人 就是奸诈 狡诈的代名词 你看 他给基督教提出 这个事情来 老百姓就是愚 愚蠢愚昧 那你看 联合国又通过了 中国春节 这个价值 这个事情 这充分证明了 一个pattern 一个规律 一个模板 那就是 在中国的语境里面 我怎么搞你都行 我在全世界 会爱咋搞咋搞 但是在我这 一切都得被我控制 就是一控制狂 只有这样 他们才认为公平 所以中国人说的公平 或者中国人说的吃亏了 大部分不是中国吃亏了 只是你赚大便宜的时候 没有了 开始赚小便宜了 你比如说中美贸易战 种种种中美之间的争端 我看99%都是因为 他赚便宜没有这么顺利了 他开始 他开始名冤教区 他开始就开始胡搞 那今天 好 今天就把春节 把圣诞节 王沪宁这个事 给大家聊一聊 我也欢迎您 聊一聊 您对您的圣诞节 是怎么过的 您怎么看待 怎么过圣诞节 这个 以及 中国的春节 在海外推广 您咋看 谢谢您 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